台中有100多株的老树 如何保护老树并友善管理相对重要 为了吸取国外的经验 台湾树木医学学会 这天举办树木医学国际研讨会 邀请日本22名的专家跨海分享经验 有近400多位的爱树民众来参与 希望透过台日交流 让老树能够在台中这个都会城市活得更好 谢谢阿久仲 台湾树木医学学会致赠感谢状 给远从日本前来的树木医生 希望透过经验与专业上的交流分享 为台中1000多棵的老树 找到合成式共存的方法 日本的专场总共有23种 它非常细 有大树遗址的专家 有樱花的专家 有植病的专家 也有土壤 像我的两个老师 一个是黄氏医用树医生 就是精神武术的医治者 那他就是日本的移树的最厉害的 那我的老师 他就是等一下会受访者 他就是一个土壤的专家 因为土壤在这一个树木之中 它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们老树的修剪跟移植照料 我们都有委员会会协助 有专家会协助 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 让台中有机会来参与 台湾树木医学学会指出 老树是城市的宝 生病也需要照顾 为了强化保护与健康管理 这天举办台日树木医学国际研讨会 邀请22名日本专家 跨海来台分享经验 从合理化管理 健康诊断及风险评估等 内容丰富又多元 要来推广相关的观念及知识 因为台湾是从海底冒出来的岛屿 所以本身它的土壤的性质 都是属于比较 保水性很老 但是排水性不好 所以可能目前台湾是有针对一些 土壤改良的方式在进行 基本上就是土壤如果排水不好的话 都会造成烂根的现象 这场研讨会 共400多名爱树民众 其中不乏一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和政府管理单位 希望提供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建议 让政府和民间单位 一起来维护这项都市绿色资源 记者李金阳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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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